妹妹 去看看妹妹 爸爸什么意思 这人呢 这么多人晚上都上去摄影 家人们好 我是非姑 孤独的姑 那些哪里也不知道 我跟着去吧 至于大家的人 每次出发的时候 都需要养一辆车 最后我才知道 是爸爸的妹妹 叫姑姑 在泰国就是这样的 在 他的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用的 阴连也可以用 阴连 Visa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用的 这些东西也不贵 我知道不能空着手去 所以我来超市买了点东西 现在要举行 拜年议事 相互送祝福 阿玛在给长辈送祝福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分别在两个国家生活 所以特别珍惜这次见面的短暂时光 阿玛刚刚送完祝福 一家人 赵阿玛在给长辈送祝福 一家人 一家人 其乐融融 欢歌笑语 这种年轻一点 坐中间的是二姑姑 身体特别健康 笑语特别开朗 在太过呢 给长辈送一会儿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平时很少见 只有通电 最后我才知道 姐姐告诉我说 祝妈妈好 祝姑姑们 身体健康万事容易 和咱们中国半年坏 是一样 正说好话 不要说坏话就可以了 就是五根顺水 当我把水浇到 姑姑和妈妈 手上的时候 他们把水 摸在我的头上 还挺凉快 我给他们送祝福 同时长辈们 祝福回赠过了 我是那儿子 我学着阿玛的样子 也对咱们们 就是姑姑和妈妈 倒水送祝福 但坏水节就是这样游戏 和咱们中国的歹族壮族 是一样的 他这个老沃和泰国坏水节 都是从中国存过来的 我学着的 我们来 姑姑和妈妈 把无根胜水 撒在我的头上 还挺凉快 顿时我清醒了很多 你听她们都在 嗝嗝热 他们没有 没有仇 他们都属于成功人士 老婆和太子的生活者数 全家成三年 阿玛的二姑 她是姓佛的人 姓的中文 她这里就是学中国的 玄天上帝 现在要拍照留影 这是一家人了 刚刚拍拍照片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新年快乐